那一直被指示金钱游戏公司云书帽被查封之后 一名重新出发的满星云集团 那自星期二被执法单位连续两天突击搜查相关地点 并冻结集团72个总值586万令吉的户头之后啊 再次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那自调查工作展开之后呢 就从未对外发表任何声明的满星云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兼行任总裁赖采云呢 他今天就亲上火线交代最新的情况 满星云集团近日遭贸销部突击搜查之后 身为集团总舵主的赖采云 今天终于打破沉默 首度召开记者会亲自回应所有的疑问 对于执法当局的取缔行动 赖采云坚称集团自创立以来 从未涉及任何形式的金钱游戏运作 并相信调查结果最终将会还他一个清白 满星云集团呢 也是非常全力的 愿意的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搜查活动 能够给各界人士更了解 更理解满星云的整个运据模式 虽然强调当局的调查工作 并不会影响集团运作 但他控诉 贸销部在前天召开记者会之后 有部分的有心人刻意扭曲真相 故意渲染不实消息误导外界 让他们感到既震撼又遗憾 当局总共查获了总值 总值只有93,879元的 这个来自四个国家的货币 社区里面呢 传出来的宣称是 接近四千万 所以这一点呢 令我们集团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遗憾 除了主意澄清调查细节 赖采云也驳斥先前 有关他行踪成名的报道 并表示自己虽然被禁出国 但他依然会全力配合调查工作 此外 当被问到这次的调查行动 是否与早前一段 关于他本人无法接受我国 政权轮替的录音有关时 赖采云立刻回应道 当然不会 你把我们新政府看成这么 而且那段录音是一个个人感受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 远路自由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不会的 这不存在这样子的疑虑 在解答完媒体的疑问之后 全场挂着笑容的赖采云 还与在场的大批支持者 和会员拍照聊天 随后大家还一起唱起了 几团歌曲 心情丝毫不受调查工作的影响 在逗留超过15分钟之后 赖采云才离开现场 正式结束这场 备受关注的记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采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采云